腸胰經綜合症 腸胰經綜合症是慢性的長度功能障礙 患者會有肚痛 大便習慣和頻率的改變 排出來的大便形狀都會有所轉變 我們發現這個病 其實與精神壓力或情緒問題很有關係 甚至可以說是成因之一 我們看到很多時候 患者在精神壓力特別大時 就像面試、考試、公開演講的時候 他們的症狀會特別厲害 而在流行病學來說 其實情緒病和腸胰經綜合症的關聯性是非常大的 有六成腸胰經綜合症的患者 他們在一生人當中都會有一次抑鬱症 這個機率是正常人的四至六倍 而最新有一類研究發現 其實當我們壓力大的時候 大腦就會向腸道釋出一些神經物質 這樣就會改變了腸道比益菌生長的氣候 導致益菌的數目多樣化都有所減少 打一個譬如 就像澳洲大寶椒 因為海水溫度升高 所以引致的多樣性減少 和珊瑚白化現象一樣 亦都可能因為這樣 長度裡面的嚴症指數有所增加 引致這個病的發生 根據國際的診斷指引 長二經綜合症的病人 就會有三個月 每星期有一日或以上的肚痛 並且會有其他病徵 我們亦都會根據其他病徵 可以將病人分為四個大類 第一個就是輻射型 患者就會在大便水或水 第二個狀況就是便秘型 患者會有便宜肚痛 但去來去去都去不到廁所 第三個就是混合症 就是我們剛才說的兩個狀況 梅花間觸發生 第四個就是未能分辨型 大便形狀其實沒有分別 但大便的廁所可能會多了 一般來說 我們都會建議 患者如果真的有異常的病徵 其實都會做一些大腸鏡 排除一些真的有病理學 例如好像腫瘤這樣的症狀 如果都沒有 就證明其實是一個功能性障礙 很大機會就有這個腸已經綜合症了 治療可以分為三方面 包括藥物治療 心理治療 和生活習慣的改善 正正如我們所說 因為這個病和精神壓力有關係 影響到神經物質的平衡 所以醫生會因應情況 開一些血清素 或者其他抗抑鬱藥物給他們 在病徵特別重要的時候 我們可能會開一些射藥 紫射藥或者減慢腸道餘動的藥物 在心理治療方面 比較有效的就是認知行為治療 也有研究指出 其實如果做完也有效幫助患者 他們腸道裡面 剛才說的抑菌那些生物多樣性 都會有所改善 最後就是生活習慣的改變 因為我們看到有些病人 吃完一些高糖分 或者難消化的食物 他們就會特別有嚴重的病徵 就像肚臟和肚臓一樣 如果這類的患者 我們就會建議 患者盡量避免不好吃這些食物 最後就是有固定的運動習慣 因為這樣可以改善神經物質的平衡 亦都可以改善到這些症狀 在減壓方面 我們有三個小點指給大家 第一個可以多做一些深呼吸 或者靜觀練習 第二方面 培養一些有益身心的固定習慣 就像做運動一樣 第三方面 我猜都要改變一下人生觀 做人要適當的放下 不要那麼執著 還有不要做一個完美主義者 做到這些事情 都會對病情有所改善